早前的13号 巴西全国大约8万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弹劾总统罗塞夫 而支持工党政府的支持者 在16号也发动了反对弹劾总统的游行 早前总统罗塞夫被指违反预算法 在去年连任大选时 操控政府财政为自己助选 12月16号是巴基斯坦白沙瓦小学 遭恐怖分子冷血残酷袭击的一周年纪念日 这天民众在挂满遭杀害儿童遗诏的学校 举行悼念仪式 有些民众点燃烛光纪念遇难学生 去年这所军校被多名塔勒班枪手闯入屠杀 造成至少150人死亡 大部分都是小孩 最后换个焦点来到中国 熊猫福字这些作品其实都是所谓的蛋雕 也就是鸡蛋的雕刻 蛋雕是最近几年逐渐兴起的民间手工艺品 融合了绘画和雕刻 看蛋雕师傅必须先用针管 将蛋黄和蛋清取出才能开始雕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